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0号 星期四 郑州又出事了 郑州的高校 疫情大爆发 你知道郑州在校的大学生有多少人吗 你猜一个数 在校大学生 一个河南人 三万 三万 好 一共有70万在校大学生 郑州 你们河南人口大省 你张嘴才三万 一个大学就三万 你知道吗 一个大学就三万 郑州继福士康之后 当时福士康是30多万员工 最后还是24000人确诊 是不是 我告诉你 郑州 黄河科技学院 疫情完全失控 大爆发 学生集体冲出校园 黄河科技学院 是中国最大的民办学校 你们河南 人口大省 随便弄我这出来就几万人 全校一共有三万多 这个学生 然后 这个集体 要离校 但是当然了 说是三万多 并没有走了 三万多 据说可能有一万多人 两万人走了 最后可能还剩下一万人 学校周边的出租车 和来接学生的私家车 把车道都占满了 堵着都入堵不堪 说是11月8号 说学校说放假 学生们就紧急 整理好行李 准备返乡 为什么要放假 疫情大爆发了 结果到了10月8号 到了中午11点的时候 有一部分学生 一半的学生已经离校了 然后后来学校突然 关门了 不让走了 又拦着 不让学生离开 到了下午 学生们就恐慌了 剩下这部分 就恐慌 恐慌之后 就集体冲出学校的大门 说学校好几个门 有几个门 封了 其中有一个门 封的不言 于是学生就集体冲向了东门 大家说东门还能走 然后许多人就拎着行李 跨越了管制护栏 然后就喊冲 然后因为学生太多 几千学生一起往外冲 学校的保安就那么几十个人 你几千人往外冲 几十个人根本就拦不住 再拦就被踩死了 你知道吗 没法拦 所以就没办法了 大批学生成功逃离了校园 据称学校做了全员的核酸 做完之后 说是有几百管的核酸都异常 这几百管核酸到底是多少人 也说不清楚 反正有人说这一管有50个人 有人说一管一百个 还有人说更多 但是反正有几百管的核酸都异常 异常之后 就一管一管的拿出来再去测 那也测不出 现在也来不及了 有学生反应 到了郑州火车站之后 所有的黄河科技学院的学生 全部扣留 即便有抗原证明 也不行 也不许走 部分加入郑州的学生 通过轿车和乘坐私家车等方式返家 也有一些通过打车 先离开郑州 到别的地再上车再走 反正就是乱套了 现在据估计 这三万多学生 虽然通过学校的拦 通过后来在火车站扣 各方面想办法 还是认为 恐怕有一万多人就跑了 就没办法 因为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人过一万 没边没叶 人过十万 彻底连天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一万都让我爱跑 你不好抓 你不好追 你知道吗 别说一万个 有一百个人在那跑 你追一个我看看 你都不 有一百个人四周跑 你去抓一个 你怎么抓 你都没法抓 一万人 你想到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以前我们上学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学 六个年级 每个年级有 比如说十个班 对不对 一个班里边有六十个 就是够多的 对不对 一个年级多少 是六百个人 对不对 六个年级 六六三十六 也就是三千多人 对不对 你想吧 你想你那学校里边 你上过学吧 六个年级 三千多人的学校 是不是 如果开始跑 你追谁 你别说这个学校整个跑了 就你们班的六十个跑 你追一个 你看看 你懂那意思吗 你想你一个学校才三千多人 他这一万多 你这样子六个年级的学校 你底三个 你才能凑出一万多人来 你就想到怎么追 没法追 乱成一锅粥了 而且这一万多人里边 到底有多少个阴性的 阳性的也不知道 我们按比例算 按比例算的话 福士康是三十万人 对吧 两万四千人确诊 那么这么说的话 他三万人的话 应该有两千四百人 怎么也两三千人 有这确诊的 那跑了一万个人里边来讲 那应该差不多 就应该有八九百 对吧 就八九百个阳性的 满街跑 没这抓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网络传员 说郑州计划 让所有的大学在校生 都提前放假 缓解 这个疫情压力 让他们滚蛋 别在我这儿 你们养了 回家养选 跟我没关系 但是最后 在这种压力之下 郑州教育局 又传言了 说这是造谣 说造谣言 我们没有让学生放假 那郑州一共有 刚才刚才那一个学校 就有三万多 那郑州一共有在校的大学生 有七十万 那什么概念 如果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 黄河科技学院 有几千人确诊了的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在一个城市里边 大学生们是互相穿户的 有一些来生 可能是朋友 有一些是高中同学 比如高中同学 上了不同大学 互相穿户 有的初中同学 小学同学 上了不同大学 互相穿户 有的反正就本地的学生 互相穿户 还有一些 反正就是在一起约着 干各种事 胡吃海财 唱K 然后胡搞 乱睡 心配有你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们那宿舍里边 然后我不认识了一个女生 我们班一个女生 一块就走 你看这个 我说怎么了 你觉得女生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你要说什么事 你就说什么事 是不是 这女的我跟你说 天天 他们女生宿舍都知道她 她天天抱着个枕头 就进男生宿舍 每天都不知道 睡在哪个宿舍 满数宿舍乱睡 怎么回事 他们的学校里宿舍这样 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 女生可以进男生宿舍 女的不在女生宿舍睡 每天都跑男生宿舍睡去 抱着个枕头 进男生宿舍 今天跟这一睡 明天跟那一睡 反正是我们女同学说的 我也不知道 女同学住女生宿舍里说的 你知道吗 反正你就知道 这个学校 总是有几个豪迈的女生 你知道 总是有几个 然后通过这一个豪迈的女生 就把很多 都都都 叫什么 莲金 表哥表弟 就都串联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东西当然了 你知道现在只要一说这个 海外就骂 就说你看看 就是肮脏的独裁的中国共产党体制下 这女生都变成了公交车 乱睡 乱搞 这就是独裁体制 大哥你去过美国大学吗 美国大学 搞个party 喝点酒 来两个大麻一抽 那他妈也乱成一锅粥 真的是乱成一锅粥 你知道吗 真的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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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欲 这种乱 这种乱交 只在独裁专制的共产国家有啊 民主的国家 他乱起来 也是超过你的想象的 知道吗 你不要认为美国大学生里面就天天都就是这清心寡欲的 过着和尚一般一顾一般的生活 好不好 美国大学里那也是很丰富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好吧 对 美国大兄弟会弄不弄不弄不弄就死人的兄弟会 知道吗 那里面都胡搞 对不对 你看我跟我老婆也是在大学的时候 胡搞在一起的 说这事对不对 说这意思 所以呢 你看 这东西他就是 他都这样 所以呢 你说 一个城市的大学 知道吗 只要有一个 如果我几天是阳性了 我告诉你 另外那个大学 你就别测 一测都差不多 比例差不多 你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你看郑州 一说福士康 两万多人阳性了 你就想这郑州就差 这帮人他不可能天然在厂里 他可能他出来吃饭呀 玩呀 交际呀 更乱一包到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像那炮房里边 那个农民工能去 大学生不能去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他肯定都是乱成一锅州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告诉你啊 按这比例算啊 郑州在校70万大学生啊 如果他那个30万 福士康的员工 有两万4000人确诊 那这边差不多就有4万8 我估计这70万大学生 你就别测 你只要测 差不多就4万多人确诊 没跑 所以呢 但是你没法 中国县就是群体免疫了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就这样了 就是群体免疫啊 所以呢 那现在怎么办 就没办法啊 那荷兰的多地宣布 对黄河科技学院 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大学 郑州清工业大学等 返乡人员紧急排查 迅速报备啊 那这个事一出来之后呢 除了黄河科技学院啊 什么郑州财经 郑州大学 郑州清工业 也在跑 也在跑 那学生们都在跑嘛 学生们都不想 不想封在这儿 那就 就闪了 闪回家了啊 这个 当然这也没办法 这个 你看那个福士康 他们跑就也拦不住 因为太多了 你知道吗 那几万人往外冲 怎么弄 这70万学生 一跑 就 你知道吗 你就没办法 拦不住 还有呢 各种这个家长来接来了 学生们不都有手机吗 大学生都有手机 给家人打电话 那说这个 这个 不让我 不要上火车 我要回家 那家长就开车 回来接的 那你怎么呢 那你说 他没办法 对不对 你要是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打工的 可能家里也不让他回去 那大学生们 家长还都当 你嫌弃 那家长都当宝一样 赶快先都接回去了 得不得命回家再说 对不对 所以你就没办法 他就是乱成一锅粥 那现在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个 黄河科技学院呢 当然了 现在在河南 在迅速辟谣 说你们不要瞎说 我们河南没事 我们这种好极了 都没有人确诊 黄河科技学院 发动了学生 在这个社群的辟谣 许多呢 黄河科技学院的学生 今天在微博晒出了 多张丰富的 这个饭菜的这个照片 说校方照顾的特别好 跟我们吃这么好的 否认呢 校内呢 这疫情严重 导致学生的集体呢 冲离学校啊 并称呢 昨天离校同学呢 都是事先请假好的 然后呢 许多呢 黄河科技学院的 逃跑的学生 不都看到了吗 就开始留言嘲讽 说我 你说你照片上 这些好菜好饭 我在学校里待了这么多年 学校的市场 我都从来没见过 你们都是同伴上买的吧 然后呢 后来这个校上 这个嘲讽太多啊 结果呢 这篇这个官方 发出这个辟谣文 你看怎么着 哎 目前显示404了 看不到了 删掉了 官方也发现这不行 然后就这么个情况啊 然后呢 现在据传言啊 现在在这个中国的大学里边呢 还有还有人在 在这个散播一些信 散播一些信啊 跟那法兰工匠发传单 发信 发信 信说什么呢 说致一些尚未失去独立思考的书家 这话说的反正挺文艺的 这一看就大学生写的啊 念了这念了这信啊 这信写的也是就是说含糊不清 他也是他也是担心吧 学生们还是胆小啊 他这么说 他说朋友 你可看见四通桥上的狼烟 就那个要什么不要什么 要什么不要什么四通桥上的狼烟啊 连带着一些观点消失在这片光荣的土地 那你又是否记得大半个世纪 大半个世纪前 他那个湖南师范的学生 说我提议将罢工自由权写进宪法 知道这是什么梗吗 不知道啊 1956年 毛泽东同志啊 毛泽东湖南师范的啊 毛泽东同志啊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他说 毛泽东说 我觉得要允许工人罢工 允许群众示威 要把罢工自由写进宪法 老毛说的 这话也有老毛敢说 别人说就弄死了 所以呢 接着读他们这个传的这个传单啊 接着说 他说 不 这些都将中被伟大的热烈的嚎叫裹挟着送进烟雨苍茫的山中 即使他们少有相干 西北的形势一片大好 只是说话的舌头大多夹杂的伤痕 工厂的铁锈连带着 养化了人民情绪的门阀 你在读谁的书 又为何而爱这片宽广的悲凉 大家又是否在唱着安全的歌曲 久而久之 却忘记了在这片围墙之外满目苍疑 落叶铺满乌鲁木齐无人的街道 那样的死寂传向郑州民工们回家拥挤的路途 你说总会有一天可以变好 可正如你进入图书馆的初衷 那些书架上素枝高格的书 相比之下 与你手中填鸭的题目 你哪天才能将它们抛下 好吧 反正就是 但是说实话 就这东西 有一些大学生收到了 我们聊一聊 发现有一个小伙伴的 他们就是学生 学生看到了 说就在学生里面传 根本就没有用 现在学生根本就对这东西没有兴趣 而且他讲了这些梗子 很多学生们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叫四叢桥上的狼烟 谁是湖南师范的学生 所以现在的大学生们 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就很难有办法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吃顿好的实在 就跟上次习近平去哪 去延安 去延安 学生不是说吗 说习近平来了 他就走了 有什么感想吗 那天徐老师上的饭菜真不错 可是凑了一顿 没办法 现在中国就这样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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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